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桃利荒岛 鲁宾逊漂流记的生存故事 二 独自一人的求生故事 鲁宾逊的荒岛岁月 三 丹尼尔 迪福 探险小说的先驱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桃利荒岛 鲁宾逊漂流记的生存故事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海滩 椰子 还有一个叫鲁宾逊的家伙的故事 这位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荒岛上度假 而且是那种非自愿 单程漂的度假 你得有几招才行 鲁宾逊漂流记是丹尼尔 迪福在1719年所著的一部小说 讲述了一个英国水手鲁宾逊 克鲁索在一次海难后 独自一人在一个荒岛上 生存了28年之久的故事 这本书可以说是荒岛生存指南的鼻祖 虽然它的实用性可能不如荒野求生手册 但至少比哈利波特里的魔法更靠谱一些 首先 鲁宾逊先生教会我们 如果你不想成为荒岛上的常客 最好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说的不要去航海 可能是出于对海上风险的深刻理解 但是 鲁宾逊显然认为自己是个特例 结果他不仅一次 而是多次遭遇海难 最终被困在无人岛上 这简直就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的现实版 在岛上 鲁宾逊展示了 他的Magyver 美剧《百战天龙》中的角色 以机制著称是生存技能 他不是靠吃生鱼生虾度日 而是学会了种植 狩猎 制作工具 甚至还做了一顶漂亮的草帽来防晒 他的DIY能力简直可以开设一个YouTube频道 叫人如何在荒岛上从零开始建立文明 但是 鲁宾逊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人是社会性动物 即使他在岛上有了一切生存所需 但孤独和寂寞仍然是他最大的敌人 直到他救了一个土著 给他起名叫星期五 他的生活才有了转机 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鲁宾逊 在岛上没有日历 只能用星期五来标记他们的周末 这也许是最早的远程办公制度 不过他们的岛上办公室 缺乏WiFi和咖啡机 最后 鲁宾逊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后 终于被一艘过路船救走 回到了文明世界 他的故事让我们明白 无论你身处何地 不放弃希望 勇于创新和适应环境是生存的关键 而且 如果你有一天 真的被困在荒岛上 记得保持冷静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至少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所以 下次当你计划一场海上旅行时 不妨带上鲁宾逊漂流剂 它不仅能提供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 还能让你在遇到不测时 至少心里有个底 不过 最好的生存策略 还是避免遇到海难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地 在沙滩上享受阳光和海浪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独自一人的求生故事 鲁宾逊的荒岛岁月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讲述这位名叫鲁宾逊 克鲁索的身世 如何在一个荒岛上度过了28年 两个月和19天 这可不是去度个假那么简单的事情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鲁宾逊的故事是一部经典的小说 由丹尼尔 迪福 Daniel Defoe 在1719年所著 这位先生 迪福 他写的不是旅游指南 而是一部关于冒险 生存和自我发现的小说 鲁宾逊的故事 可以说是加油宅男 如何变身为 终极野外生存专家的教科书 鲁宾逊先生在海难后 发现自己被冲上了一个荒岛 他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搭建一个沙滩酒吧 而是立刻开始检查存货 他从沉船中找到了工具 武器 甚至还有一些书籍 因为在荒岛上 没有什么比一本好书 更能打发时间的了 他建造了一个堡垒 种植了粮食 甚至还驯化了一只野山羊 作为宠物 这位先生 可以说是荒岛上的 农场模拟游戏的原型玩家 但是 鲁宾逊的故事 不仅仅是关于生存技能的 它也是一个关于孤独和反思的故事 想象一下 你独自一人在岛上 没有微博 没有微信 没有必须回复的邮件 鲁宾逊有大把的时间 去思考人生 去重新评估 他的价值观 他从一个 对财富和冒险着迷的年轻人 变成了一个深刻理解 自然和上帝的智者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 鲁宾逊最著名的伙伴 星期五 这位原住民在鲁宾逊的生活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一起打猎 一起生活 甚至一起 对抗岛上的敌人 星期五 不仅仅是鲁宾逊的助手 更是他的朋友 他的出现 让鲁宾逊的故事 增添了人性的温暖 和多元文化的交流 最后 鲁宾逊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你身处何地 无论你面临什么困境 只要有决心 智慧和一点点运气 你都能成为你自己生活的主宰 这位先生 鲁宾逊 他不仅仅是一个 荒岛上的求生者 他是所有办公室工作者 心中逃离都市生活的英雄 是自己自足梦想的华山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 自己的生活有点乏味 或者你的工作 让你感到压力山大时 想想鲁宾逊 克鲁索 也许你不需要一个荒岛 来逃避现实 但你可以从他的故事中 汲取灵感 去创造自己的冒险和成长 只是 别忘了带上一些好书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会需要他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丹尼尔 迪弗 探险小说的先驱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丹尼尔 迪弗 Daniel Default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 商人 甚至是间谍 噓 这是秘密 他的生活就像他的小说一样 充满了冒险 迪弗最著名的作品 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被认为是探险小说的鼻祖 而他本人则 可以被看作是 探险小说先驱的老爹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迪弗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是那种 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他所有冒险旅行的人 而他的Instagram账号 可能会比大多数 现代探险家还要火 他的故事可能会充满各种 荒岛生存 鲁宾逊Friday 他的岛上伙伴 等标签 现在 让我们来点专业分析 鲁宾逊漂流记 在1719年首次出版 这本书 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男人和他的岛的故事 他实际上是对18世纪初期英国帝国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深刻反思 鲁宾逊 这位不幸的海员 被困在一个荒岛上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重建一个微缩的文明世界 这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于征服和改造外部世界的信心 迪弗的另一部作品 《摩尔·弗兰德斯·莫·弗兰德斯》 也同样具有探险精神 尽管这次的探险是在社会和道德的迷宫中 摩尔是一个聪明 有野心的女性 她的生活充满了转折 包括盗窃 诈骗 甚至是五次婚姻 这些都是她为了生存和寻求更好生活的手段 迪弗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 部分原因是她的写作风格 她的小说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给人一种真实的自传式的感觉 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是相当新颖的 她让读者感觉就像是 直接听主角讲述他们的故事一样 最后 如果迪弗是一位现代作家 她可能会在Ted演讲上 讲述如何在荒岛上生存 或者在某个真人秀节目中担任顾问 教导参赛者如何利用岛上的资源来赢得比赛 总之 丹尼尔·迪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故事 他们也是对当时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她的探险精神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无疑为后来的探险小说家们铺平了道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探险精神与殖民主义 鲁宾逊漂流记的时代印记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航之词的网络漂流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 让人既爱又恨 既梦想又现实的作品 鲁宾逊漂流记 这本书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是探险精神与殖民主义的奇妙混合鸡尾酒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8世纪 那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和贪婪 他们带着罗盘和火枪 一边唱着哟和哟 探险去 一边把棋子插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背景下 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弗 Daniel Default 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鲁宾逊 一个英国人 在荒岛上生存了28年的故事 这本书 表面上看是一部冒险小说 讲述了主人公鲁宾逊 如何在荒岛上展现出了 惊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 但是 如果你戴上历史学家的眼镜 就会发现这本书 其实是殖民主义的宣传册 鲁宾逊在岛上的所作所为 无不体现了一个 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世界观 他把岛屿 视为自己的领地 将遇到的土著人弗莱迪 作为自己的仆人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当时欧洲人 在新大陆和其他地方的殖民行为 但是 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批评鲁宾逊 毕竟 他也体现了人类不屈不挠的探险精神 面对荒岛生活的种种挑战 他没有放弃 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从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上 创造出了一个小型的文明世界 这种精神 无疑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不过 让我们不要忘记 鲁宾逊在岛上的生活 其实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象征 他在岛上建立了一个小王国 成为了自己的国王 这无疑是每一个被现实社会束缚的人的梦想 但是 当他最终被救走时 他对于回归文明社会的感受却是复杂的 这也许是迪弗在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如何逃避 最终 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 总之 各位 当你们下次在海滩上享受阳光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 你会成为下一个鲁宾逊吗 还是会在岛上寻找WiFi信号 希望能够发个求救的推特呢 无论如何 记得戴上防晒霜 因为无论是探险还是殖民 晒伤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自立 文明与自然 鲁宾逊漂流记的主题探索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被困在荒岛上的家伙 他不是度假去了 而是硬生生递上了一堂野外生存的超长特训课 我们的主角 鲁宾逊先生 鲁宾逊漂流记 这本书是由英国作家丹尼尔迪弗 在1719年所著 讲述了一个英国水手鲁宾逊 克鲁索在一次海难后 独自一人在一个荒岛上生存了28年之久的故事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冒险小说 他还深刻地探讨了 自立 文明与自然这三个主题 首先 我们来看看自立 鲁宾逊在岛上的生活可以说是DIY的极致体现 他没有淘宝 没有外卖 连一个像样的工具都没有 他要做的 就是从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 他建造房屋 种植粮食 制作工具 甚至还自学了制陶 他的生活 就像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真人秀 只不过他没有观众 也没有投票环节 接下来是文明 鲁宾逊在岛上的生活 不仅仅是生存 他还保持着一定的文明生活方式 他定期阅读圣经 保持宗教信仰 设立日历记录时间 甚至还自己制定法律来约束自己 他在荒岛上重建了一个微缩的文明世界 这反映了人类对于文明秩序的内在需求 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不例外 最后 我们来谈谈自然 鲁宾逊与自然的关系 是复杂而微妙的 一方面 自然是他的敌人 是他必须克服的挑战 另一方面 自然也是他的朋友提供了他生存所需的资源 他学会了与自然和谐相处 利用自然的规律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这种与自然的斗争与和解 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与尊重 总的来说 鲁宾逊漂流记 不仅仅是一部冒险小说 它还是一部关于人性 文明和自然关系的深刻探讨 鲁宾逊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人的创造力和对生活的渴望都是不可小觑的 而且 如果你以后去无人导度假 记得带上这本书 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了呢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能从鲁宾逊的故事中获得启发 还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和创造力 即使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下次课 我们将探讨如何在荒岛上建立自己的互联网 开个玩笑 我们下次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一部关于荒岛生存的故事 鲁宾逊漂流记 鲁宾逊先生的故事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荒岛上生存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人性 孤独和社会的思考 首先 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话 不要去航海 因为你可能会像鲁宾逊那样 不小心被困在荒岛上 但是 就算你不听劝告 也要像鲁宾逊一样 学会自己自足 他的种植 狩猎和制作技能 让他在岛上生活得很好 甚至还有时间做漂亮的草帽 但是 我们也要记住 人是社会性动物 孤独和寂寞是我们的敌人 直到鲁宾逊救了一个土著 他的生活才有了转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我们都需要社交和友谊 来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 最后 鲁宾逊的故事让我们明白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境 只要我们保持希望 勇于创新和适应环境 我们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且 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被困在荒岛上 我们至少已经知道了 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鲁宾逊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自己被困在荒岛上 会怎么做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记得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